頭腦拳腳都了得 台大正妹吳宜德開泰拳館 套新聞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Sabrina吳宜德 水汪汪的大眼睛 甜美的笑容 台大研究生吳宜德 2016年曾印一張冲浪照 被網友肉搜 熱愛戶外運動的他 其实还有这项技能 其实觉得压力有的时候非常大 然后没有地方可以疏法 那我觉得打泰拳这个 就是很好的 疏压的一个运动 就是它可以调节我们的 那个心肺功能 然后增强我们的那个 提高我们的基础代谢力 在朋友介绍下 接触泰拳长达三年 爱上其中的刺激感 即使受伤也在所不惜 大部分都是可能脚翻船 就是可能连行走都会很痛 然后或是整个 颈骨上面整个肿起来 因为在对打练习过程中 常常会踢到骨头 先左边 左边的拳先梳直的 然后再去右边拳 那右边拳在梳的时候 你的脚要旋转 前章就是你要先把脚抬起来 然后要脚掌面对你的对方 然后往前踹 做踹动作 右边的腿这样 踢出去 大概踢到别人的腰的部分 然后是 这个脚的地方 是这个区块面对你的敌人 希望可以透过这个拳管 然后还有国手教练 来引领这个风气 天恩涛新闻 小编也想报名上课咯 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